今天我們這位來賓藏家呢 其實他的收藏可以說是 台日兩地友好的一個證明 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之前 在日本的收藏 在日本的收藏 演唱的時間長達二十年 他都住在那裡 所以他有很多寶物 其實都是從當地松瓜來的 還有一半的寶物 其實也是媽媽 多年來留下來的收藏 所以我才說他今天帶來的寶物 有來自台灣的 有來自日本的 我們都要請我們的超強大鑑定團 來幫他鑑定看看 看看收獲如何呢 那就先來介紹我們的 台灣寶石協會榮譽理事長 童甲大學助理教授 李龍心李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蘇寶設計藝術總監 廖文良良老師 大家好 雅各寶石建定所資深建定師 賴俊明賴老師 大家好 好 讓我們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王小樓 妳好 好 歡迎小樓姐 妳好 好開心可以看到您本人 因為我覺得其實您的經歷 師好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特別的 我覺得因為歌上生涯 然後在異國嘛 其實應該算是這條路 很辛苦不容易 是很辛苦 對但我很好奇 為什麼當初會想要到日本去發展 因為那時候只有歌廳秀 你知道豬哥亮那個年代 那時候真的是歌廳跑不完 是 然後後來是因為 沒落之後不是都有變一些 什麼牛肉茶什麼的 那又變成我們就慢慢有接觸到 日本這個險經紀人 就去歌廳挑我們說 妳怎麼不到日本去唱 心很像那個 可以日本人會很喜歡 那我就嘗試看看 很嬌小的那種 然後看起來很溫婉的 就會覺得很不錯 所以變成說 我們剛剛聽到妳在唱歌的時候 妳的演藝就有一點點 那種日本演歌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妳是到當地才去練自己的 這樣子的一個唱腔 是不是 那這二十年來 我剛剛講了很多寶物 其實妳就是在日本的邊 收來的嘛 對不對 然後加上也有媽媽的一些收藏 我想今天的寶物故事 也是妳這個人生 這一段人生的一些縮影 然後我想一定是的 為什麼我其實講到這裡 她好感性喔 所以我其實很感性 她用那個 淚眼汪汪的眼睛看著我 我就很那個 很緊張這樣子 因為可以看一下那個鏡頭 有沒有 因為你看我為什麼說 她淚眼汪汪 因為剛剛唱小時候 她就很活潑 很可愛 對 然後我剛剛突然講她要收藏 然後講到媽媽 我覺得我在想 妳可能是一個很有 家庭觀念比較強 對 因為小時候家裡比較窮 所以說人家說外城就這樣子 要嘛就是要很爭氣 不然就是很壞的感覺 但是小時候看到媽媽那個情景 就是帶著我們四個小孩 然後到長大 點點滴滴真的 把那人家 妳是家裡面的第幾個孩子 老二 妳是老二是不是 是的 所以等於妳滿年輕的時候 出去賺錢也是為了家裡 要改善家境 希望可以幫媽媽分攤這樣子 對不對 難怪我們剛剛講到關鍵字的時候 她就這樣淚眼望看我 但沒關係 我覺得今天很多件 保護我們慢慢聽您的保護 慢慢聽您的故事 好不好 來 第一件 這個特別的 這個項鍊很漂亮 而且它很透很亮 對不對 那當然它有一些 它天然的顏色 帶了一些些 有一些些咖啡色在裡頭 戴很久了 是 還是很漂亮 還是很美 而且它把它用這個竹串串起來 所以整體 這您戴很久了 媽媽戴很久 送給媽媽對不對 是... 是誰送給媽媽的 我送的 你買的 你看 生女兒就是這樣 貼心 現在大部分的都是這樣子 好像女兒比較貼心 真的啊 我現在女兒 我覺得就是迷迷糊糊 你還比較貼心 最恐怖迷迷糊就算了 人家都說 兒子結了婚就是別人 別人的 好不好 不一樣啊 女兒還是一樣啊 我們打個電話回家 如果就算結了婚 打個電話回家 比較貼心 還是可以跟媽媽撒嬌 好像兒子就比較難說出口 對不對 感覺不一樣 自己要認知的一個部分 像靜怡的話 交到一個好老公 那當然兒子就變成是 爸爸媽媽 就自己要懂得過生活 對不對 也是轉個念... 因為人家已經成家了 有自己的小孩子了 對 那理所當然 自己當父母親的 一定要有認知 而且呢 懂得健康平安快樂 就是幸福 真的 真的 要自己懂得過生活 對 不管是當媽媽的 當婆婆的 自己懂得過生活 如果兒女 像這種 陪媽媽去逛街 就買一個墜子給她 剛好很孝順 那真的是賺到了 因為這個算是有故事的 因為那時候去浴室的時候 剛剛好這樣逛逛逛 她也剛剛好剩這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她當時給我開得很高耶 通常喔 通常開得很高 我們的習性 習性很怪怪的 一般做匪夕的人 如果最後的 都是比較好的 真的嗎 我不敢講最好的 一定是比較好的 你的意思是 因為我們在上課教書 跟這些業者上課 很多學生 可能業者是我們的學生 你買貨進來以後 分四到五類 第一類 就是最差那一類 估計一切代價都可以賣 第二類到第三類 一定要把本錢賣回來 第四類 第五類 就是屬於比較好的 甚至是增長期的將來 她自己會賣自己 增長版的 所以不要春到不要心 通常都最好 但是通常那種好到不得了的 都會最後一集怎麼說 比如說我現在 已經把本錢都買回來了 但是我希望還能夠進貨 我就把那個最好的那個 拿給大客人看 可以給高價 對 那所以在第二集的話 結束了第二集 那好貨 通常都留到後面 是 所以你們這個 的確是好東西 真的嗎 是 你說她開價開很高啊 她開本來是開 三萬多 我講實話 後來呢 我就跟她說 沒錢 我媽媽很喜歡 我說這剩最後一個 她說那你不要笑 她說那我也沒錢 她說我現在要剩多少 三千塊 三千塊 那很多耶 她說你是殺豬價嗎 我說不是 我真的 看我媽媽也寫 我本來真的當下 我想要付那個錢 對 那後來我覺得 不付 然後我要走的時候 回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那一天 在台北的浴室是不是 怎麼那麼好 這開價跟陳尿價也差太多 這差太多 你一直看到美女 1 2 5 我們覺得一定是的 因為李老闆他自己 對 他自己是老闆他清楚 對 對不對 看到美女就有美女成交價 不一樣 這一塊真的 美女成交價 廖老師 人家就說你的 對 這個就是怎樣你知道嗎 存貨還太多啦 你覺得 能賣就是多賺的啦 是 因為像這種比較低價格的物件 就像李老師的那種 分貨三部曲 前面的先賣 後面的都是好貨對不對 那蓋房子的呢 蓋房子的是怎樣 這一塊土地 路邊的一定最後蓋 路邊店面的先買去 先後面先去啦 先買啦 先把它賣掉再說 對 這樣的話它才會有一個聚落 會不會是這樣呢 然後這一塊到底三千元 是真是假 對不對 很重要到漂亮 來 請建價 三千塊買到的耶 所以你都會被看得很像是塊 真的喔 他開那個架沒有... 你仔細看了喔 好透啊 放光的 是啊 我們叫 冰波葉 這個還不到玻璃種 因為它有點毛邊 冰波種 我帶了一顆喔 這是屬於那種玻璃種 你看這樣喔 透度它稍微再透一點點 有再透一點點 是... 這樣就玻璃種了 是... 那當然它放在報紙上面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是... 顏色 那這個就隱隱約約 像這樣的東西一樣大小 那到玻璃種的話 那要再加一倍加錢 就二十出頭萬 那這幾年因為這個 就所謂的我們叫 行家看種 然後外行就看色 但是其實 其實像這樣的玻璃 就是所謂的 我們稱為叫 冰波種 的這樣的觀音 那市面上是已經 那店家都是擺在那種 最顯眼的地方 當正店房 當主角 當年這個很便宜 真的啊 對 所以說 人家買東西的時候 其實剛才我們講的講話 講到一半 賣貨的人是這樣賣的 買貨的人還是有技巧的 什麼技巧 當然小龍說 身上就是三千 因為我很會殺 其實他可能不是 只要放一萬了 對 讓你請 讓你請 我只剩三千 老師你怎麼那麼聰明 這個當夥伴也看多了 這個招數 再來還有什麼呢 還有你要看那個對方 賣東西的 假如是像這種的 像這一種的 我不用說老間巨華型 比較屬於社會力量夠的 你很難在他身上 逃到便宜 年輕人剛出來擺攤的 他比較沒有本錢 是 想要趕快等一會等 通常你這樣 比較容易找到 這所謂的 找到便宜貨 比較有機會 太幸運了 結論是這樣子 好的東西 自己會賣自己 對啦 就像你講 所以你要收藏 買好東西 才是正確的路 這個真的很幸運 不錯 真的很好 好開心 媽媽如果在 她就很開心 所以媽媽現在不在是不是 她是 她怎麼了 是高齡過世 還是幾歲 還是怎麼 媽媽生病嗎 媽媽是... 媽媽喜歡 因為她比較喜歡 透一點的 因為我說 媽媽要這個給妳掛 掛妳病的 所以當然 待會兒不想到後面 媽媽幫妳做事情 因為她跟在我身邊 覺得 一定要孝順 沒有孝順 妳今天的成就 都是媽媽爸爸給妳的 媽媽如果在她就很開心 所以媽媽現在不在是不是 她是... 她怎麼了 是高齡過世 還是... 幾歲 還是怎麼 媽媽生病嗎 媽媽是... 癌症是不是 上月8號才走的 上... 上個月才剛走 3月8號 3月8號 所以她在那外頭很開心 因為... 我當時她去買那個時候 她很開心 她喜歡帶玉 然後我想說 小時候總是比較窮一點 然後 給媽媽過上好一點 不要每次看著別人 吃那個蘋果什麼的 不要捨得給我們小孩吃 因為小時候帶四個 我要幫媽媽帶四個 總共八個 所以那時候 還滿辛苦的 所以... 我覺得媽媽現在在聽哲音 她看到 聽到 她就很開心 對 因為妳陪她去買 對 然後她又喜歡 她也帶了很多年 對啊 帶了痕跡啊 對啊 然後結果她帶的 真的是一個寶耶 對不對 原本我想說 要自己帶小孩那個 比較好給我媽媽 媽媽喜歡玉 她比較想透一點的玉 我說 媽媽要這個給妳看 看妳扁的 所以當然 但我不曉得後面 媽媽發... 因為她跟在我身邊 跟了很久 然後 我會從日本搬回來 也是完全 為了她老人家 是 所以我才搬回來 爸爸走掉的時候 剩媽媽一個 我覺得 一定要孝順 沒有孝順 你今天的成就 都是媽媽爸爸給你的 所以沒有爸爸 媽媽就沒有 當然... 所以... 對媽媽的感情 因為像這個東西 是很珍貴的東西 你用這個繩子綁著 久了以後 它會... 譬如說汗汁啊什麼 它會侵蝕掉 是 所以我真的會建議你 像以前可能便宜 不在意 現在就越來越貴了 這東西將來會... 將來性很大的 是 我會建議你去做一個 K斤的頭啦 像金屬比較堅固一點 對 我覺得這樣比較安心 要喔... 對... 我常常看到 掉到地上 斷了缺腳 好可惜喔 媽媽帶那麼久 現在可能就是留給你了嘛 對不對 直接把媽媽帶在身上 快二十年有了 你看 很適合 可是擺真的好好喔 因為稍微斷的話 它就會去把它 就是稍微這樣換 對... 很危險 要很小心 是 弄個K斤 那我知道了 對啊 所以你看看 有孝順的孩子真的很好 因為你看 這個禮物也是喔 也是當初買給媽媽的 對不對 你看 生女兒就是 可以多生幾個 真的很不錯 你四個孩子裡面 是幾個 是你們姐妹是幾個 我一個大姐 然後我是老二 那個弟弟也是 在二十年間 有走掉車禍 剩一個弟弟 這個小弟是在青島 也是做古董的 是 做古董的 所以這個就是跟小弟一起 對 小弟的 送給媽媽的 這個是 以前本來買一個 翡翠送媽媽 那因為他不小心放在 就是衣服裡面把那個 放在洗衣機 我們買那個八九萬塊 你知道 對 你看 小弟咬下去 抓到了 然後... 然後後來那個 這是因為他們基隆那個老闆 他正在旗下工作 然後他說 我媽媽那個 你要好一點 我什麼這個 他說是冰...什麼 玻璃玉 這個如果收藏好的話 不會輸那個翡翠 他這麼跟我說 還是屬於翡翠 還是翡翠的一種 這屬於我們稱為 豆種的翡翠 是 豆種的翡翠 那弟弟他是做古董的 他應該也有一些董 對不對 後來弟弟看 覺得這個多少錢 可以跟他來 那時候跟我講說 跟那個... 跟大概那個匪... 當時是老闆不跟我講 後來我有去問我弟弟說 大概是多少錢 他說他的公跟翡翠那個 那個等級大概八九萬塊 差不多八九萬塊 對 然後就一起買給媽媽這樣子 沒有買 他是送的 送的 他不收 因為我想說 我弟弟在那邊學 幫他那麼多年 等於就是 慰勞他這樣子 對... 但是如果市場行情價的話 大概是八九萬塊 大概這個價格 是 所以媽媽當初也帶了 也帶了蠻久 他是退換 後來我也給他買一個冰種 也是放在家裡 他都退換 就是會兩個輪流 所以你母親的手也很小 對 很小 很嬌小 跟我的一樣是很小 你看他也是 很細 但是這個我不能帶 太大了 太重了 太大了 這年頭這麼小的 還太大了 真不多 對啊 因為他的 你看他有嬌小 對... 他跟我們嬌小的 對啊 你看真的 他都好小喔 好像那種小女孩館 對 廖老師 這種桌子 我們都講 一般來講 你如果要買這種桌子的話 真的 豆種的 對 這種豆種的其實喔 量太多了 它比較乾 比較乾 然後不通透 所以市場裡面呢 其實它還蠻多的 以前我們到 比如說你香港廣東道 或者是 你到那個捷陽那邊喔 在馬路上面 大家都在看貨啦 椅子做的都是這種 豆種的那個石頭 玉石 現在去呢 你都找不到這些石椅了 沒啦 全部都拿回去重切 出來賣了 因為大漲嘛 是 所以像這種物件呢就 要看到很多 懂了 所以這個當初的一個 禮物對不對 要送弟弟的禮物 送給媽媽 到底價值多少呢 請見價 兩萬元 兩萬元 它是一個A貨的這個 我們稱為叫 是 那因為它的手維很小 正常手維的話 這個只有165而已 正常的手維大一點 那從175到190 正常的手維 那通常這樣價格會高一點 有些是零碼的啦 但是厚度都夠 那這個很好聽的名稱 它叫白底青 就是白底的 還有綠色青 然後叫灑金 所以它是這個鐵質 我們稱為叫鐵染效應 這是學術的鐵染效應 鐵質沉澱 那鐵質沉澱 你講鐵質沉澱 那鐵質沉澱 對啊 像黃金 我們叫灑金 對 牠情好聽 它是什麼 灑金點 就是白底青 然後豆腫灑金 所以它聽起來就不錯 實在也是個優點 有的人覺得 這個我帶起來 就有這種可以 不要說怎麼致富啦 至少心裡感覺很好受 所以它價格上 就會稍微高一點 假如這種的 除了整片都黑黑咖啡的 一樣是白底青 一樣是豆腫 它就便宜很多 是 基本上這個來講 它有兩萬塊的價值 目前來講 但假如它 手會大一點點 它就比較貴 可能要四五萬 目前 大約是兩萬塊錢 它也沒有什麼裂 只是說它的 像廖老師講的 腫水色 乾了一點 乾了一點 豆腫 這時候不怕 會在掛什麼 在掛平衡的 掛著桿子 開過不然會撞到 這兩萬塊 圓圓滿滿 是 戴這個 還有戴什麼 戴在手上 萬一跌倒的時候 可以擋一下 睡掉了沒關係 手沒斷 心不會痛 對 我就斷過兩個浴 是嘛 對不對 你要是戴一個兩百萬的手鐲 對啊 跌倒 手要舉高 要斷 這麼大萬元 就別開玩笑 對吧 所以 戴這個寶丁啊 我覺得戴浴它有個靈性 但你家裡有什麼事情發生 就這樣兩個都一樣 一個爸爸媽媽 我都這樣 爸爸要走的時候也是我破一個 媽媽要走的時候破一個 真的 所以那個時候再破的 破第二支的時候 你心裡面就開始 心裡有一個毛毛的慾慧感 所以戴浴來講 對我們覺得是保平安啊 是 一個人的 因為重點 浴啊 在我們中國文化裡來講 它是一個浴文化的堆壘 對 沒錯 然後我覺得說戴浴 就每個人都覺得說 不管是白浴啦 翡翠啊 都是對這種吉祥的象徵 大家都是習慣這樣子 所以你看也不錯 可以把它好好留著 好看它就想到媽媽 對不對 你們兩個孩子的心意 對不對 再來這個戒指 我覺得很雅致 雖然它都是這種長條的 雖然跟我們一般的裸鑽 單鑽不太一樣 可是我覺得很適合它的氣質 就是還滿高雅的 很大方的感覺 也是很漂亮 來 說說這個鑽戒的故事 這個鑽戒的故事是在 我在名古屋那高雅 那一個叫 中村先生 怎麼跟那個華燈 那個那個 你說那個 歐莉莎那個 那個不要 他是高高瘦瘦的 沒有 然後他那時候 一生日的時候他講說 麗哥講妳要什麼 我說我什麼都不要 那妳要不要都沒講 妳手為多少 我說我不知道 我手很小 鑽戒我兩天生日的時候 就很忍耐 送我一個這個 我好開箱說 有一克拉多 一克拉左右 他告訴我有一克拉左右 1.35克 全部的鑽石種 種種量 有耶 這個 中村先生很老實耶 他就直接跟你講 因為他有那個證明書 因為在日本買東西 他們有什麼分那個 保證書都有的 然後一個生日禮物這樣子 表示這個客人很大方 他平常喜歡去聽你唱歌 以前那個年代 如果在國外的話 有很多人都收到非常寶貴 包括鑽石 皮包 什麼都有 那時候真的 是啊 真的 他這種客人送禮物 你自己會不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要 釋出什麼訊息 但是你要回送 因為日本人他們是 他就叫做禮貌的東西 就是比如說 有東西 他比如說 他對你比較偏喜歡 對 他就會特地去買 比較好的東西 所以你覺得他對你應該是偏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結果沒有緣分 是的 就是一個禮物 然後就心意就放在 一直都放在你的身邊 這樣子 這是一份禮物 來 來 這個 中村先生送的禮物 雖然沒有緣分啦 對不對 但是還是一個心意 來 請見價 我一進去看兩個 他超喜歡的 怎麼定價這麼貴 我一看我就轉頭就走 小弟也買不到 我走過去說 來啦... 放了好幾年都沒有人買 然後挑人帶 又跟你結緣 那你要買兩個 反正我就隨便喊 你要賣我沒關係 不賣我沒有關係 沒有 好 中村先生送的禮物 雖然沒有緣分啦 對不對 但是還是一個心意 來 請見價 六萬八千元 也很不錯 這個也是很好的 很好的禮物喔 那因為像這樣的風格 在我們台灣 其實是... 不是很流行啦 平常講 就看就是一種 就日本的風格 那這種是 不能講日本 應該講說 歐洲風格的風格 那 純白金 對 沒錯 很重 很重 然後它裡面打的重量 是1.35克啦 對 通常像這樣的鑽石戒指 它有分很多類 是 那像這樣的一個鑽石戒指 它的品質 你要看這個T鑽 它排得很整齊 對啊 旁邊沒有裂縫 沒有那個空格 對 代表品質很好 而且我剛才看的整齊 很乾淨 旁邊的小鑽圓的 雖然它小 一個是三分多 四分 但是每個都很乾淨 那就好 所以這樣的品質 一顆大約到四萬塊 是 上下 你四萬你乘以1.3 所以這個鑽石戒指 差不多五萬多塊 還記得白金毯 白金毯好 因為白金你也知道 它的這個溫度高 不好做 韌度高 空錢比較貴 所以這樣做一個鑽石起來 要將近兩萬塊錢 加起來都六萬多塊 這麼難的 所以謝謝中文先生 對 真的 差價很大 它的品質稍微一般般的 像您的這個戒指 算不錯 鑽石就很好 是 很亮 很亮 每一條都在發亮 對 我覺得日本的東西 它做得滿精緻的 它不像我們台灣有時候 像都會凹啦 用 用比如說A等 C等貨跟你說是A等貨 不會啦 不會啦 我覺得 看商家 真的嗎 看商家 因為我們節目的關係 我實話講 大家都學聰明了 大家這個珠寶劍 變成一個顯學 來學的也多 問的也多 多看我們節目 絕對我覺得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真的有 再來看看這個手鐲 你看 我覺得說 它的東西都是 我是 但是我有一個冰手衣 比這個還要大一點點 但是被我打破 就是媽媽要走之前 打破的那一個 是 那一個 戴了很久是不是 戴很久 這件也很漂亮 看起來也是 也是會不會是冰波的 還是冰種的 他跟我說冰種的 冰種的手桌 這遠遠看 你看它透透的 很透啊 然後中間這一抹綠 也是很有層次 對不對 但是就是我覺得 手圍真的很小 很挑人蛋 是 來 在哪裡找到這間寶物 這個是我去基隆漁港 吃那個什麼海產 跟那朋友這樣撈撈撈 他說 小龍 我們到那個什麼 有個專門在就是海關啊 櫃 我知道 對...下來的一些東西 他說 你去試試看 我說 我一進去看那兩個 他說超喜歡的 怎麼定價這麼貴 我一看我就轉頭就走 太貴了 然後包回來之後 我就覺得 老闆 你是兩個那麼小小朋友的 你要不要試試你賣我 他說你要多少錢 我們定價是一兩萬塊 你要多少錢 不要 我就三千... 他說三千塊 他說 你現在是... 不知道要吃... 什麼米... 然後我走過去說 來... 放了好幾年都沒有人買 你要挑人帶 又跟你結緣 那你要買兩個 是 一對六千 對 就是那一個 打破那一個 我超喜歡的 很透 他好喜歡什麼東西 都是出三千 你有沒有發現 他之前那個都三千 其實後面這一百 一大堆一千 三千這樣 因為我想說我抱的心態 有買也好 沒買也好 是... 我也有遇很多 我想說買起來放 因為這種手一定要挑人買 是啊 他也賣不掉啊 我跟你講 對啊 他放了好幾年了 對啊 他燈光燈下去好漂亮 男男妹妹有人問 他就有人問 他喜歡 就順順順 我每次去基隆 我經過那個海關查封 我都覺得... 你去過嗎 我有經過 我從來沒有進去 因為我覺得那... 真的嗎 海關查封我可以放在那裡賣嗎 真的 我都沒有去找 因為他進去的時候 我沒有去過 真的喔 他進去的時候就是一個櫃檯 那櫃檯之後 他就會幫你放一些什麼四瓶 什麼玉 真的喔 對... 好幾年了 我不知道 廖老師你有沒有去過那種地方 那地方東西能不能買啊 我都是經過啦 但是每次都看到很多人在買 很多的 真的可以尋到寶喔 真的可以尋到 現在大家禮拜六 禮拜天都是要逛街 那乾脆就逛那個海關查... 查驗的這些貨啊 那邊就那個地方 對啊 那邊都會買到便宜貨 真的 所以在那邊看 事實上珠寶玉石 在那邊買 我還是有點... 風險... 有點風險啦 那剛好是看到你這一個桌子 我來看一塊玉石 是 最近有一塊玉石喔 明貨 就是說已經切開了玉石 它開價二十萬人民幣 沒有人要 然後砍... 砍到十四萬人民幣 對 也沒有人要 好 老闆就自己切了 是 這個老闆就自己切了喔 他要賣...賣不掉嘛 十四萬都不要啦 那像這個的話 老闆賣不掉 他頂多自己帶而已啦 但是沒有 這個人呢 你看喔 他一切開切了三片 很像 很像 超像的 真的很像耶 對不對 那他因為他上面有裂紋 他有 所以就沒有人敢要啊 是 結果他切開第一片的時候 切開第一片的時候 裡面的石紋 就越來越少了 越來越少 結果呢 他全部磨了幾個桌子 你知道嗎 多少 桌子算條的 二十二個 就二十二條 大鑽 大鑽啦 好開心 所以這個玉種的話 你看看 很奇妙吧 明禍沒有人要 對啊 都已經明禍 就是因為明禍才沒有人要 因為差太多了 黑黑的 不好看 但沒有想要你看 切成手鐲那麼漂亮 真的 剛剛這樣看 你看這個 真的是不錯喔 會不會真的讓你買到便宜 而且你又懂得還價 我是覺得說 他不賣我也好 反正我就隨便喊 你要賣我沒關係 不賣我沒有關係 真的... 這種客人喔 我就收起來然後說 你要不要喝咖啡 就這樣而已嗎 因為我們不賣假的 對不對 都亂喊 常常就會有這種狀況 因為你如果真的 兩個賣我六千塊 我還會擔心回家買 我就會想說完了 這麼便宜一定有問題 而且他跟我講說 你買兩個 我送你六千 好不好 對啊 我說老闆你很會做生意耶 你自己出這樣 出成這樣 我說我三千我要一個 你為什麼買兩個 我發現你都好久 好久沒有人買 另外一個更漂亮 所以他都打你一個 就不小心破掉了 我們來看看好不好 請見價 兩千元 這冰貨喔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就是冰貨 他灌膠 灌到一個程度 然後在... 對 灌膠 然後咧 讓他覺得他的光澤很好 讓你 然後他很聰明 這個不是 這是刻意做的 因為冰貨的原料 其實很便宜 他刻意做那個 有什麼事 然後咧 大陸的確有這麼一說 他專門做那個 很大會很小的 專門要賣那些 所謂的叫做 我們認為 這是一個叫做 所以會比較便宜 完全抓到人的心理 所以說我殺這麼低 是應該的 對... 對... 結果他賺我兩千塊 他賺我兩千塊 其實你... 其實你現在不是說 殺這麼低啦 其實以現實的狀況來講的話 真的是蝦貓碰到死耗子 是 他也沒有打算要買了 對 我真的沒有打算要買 因為像這種物件呢 就像李老師講的 那個切磨傷 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切磨傷 他能夠掏出22條手鐲 像這種物件喔 他就真的要 把它縮小或放大 是 不是極小就是極大 為什麼呢 就是要碰到那少數人 平常買不到的人 對 剛好碰到了 是 蝦貓碰到死老鼠 所以下次不要去啦 對 下次不要去 沒有說一定不好啦 只是剛好你買到這個是 遺貨這樣 但他還剩我兩千塊 算我記得了 下一次我就砍更低 再要回來 下次再去看那個老闆 就跟他說你對不起我 但是應該... 如果桌子的話 你...如果有人跟你開價 那種幾千塊的 千萬就不要買了 一定有問題 幹嘛你還要殺價 殺兩三千塊 跟您報告 所以現在的普世價值 其實任何人 只要看到有透透的感覺 絕對便宜不了 是啊 所以說你要用很便宜的價格 所謂便宜價格說 一兩萬甚至五萬年內 去買到這樣的手索 哪怕它是很格外品 都不太可 那個行家早就買走了 學會了... 是 來 再來 這個寶物是個 是的 是的 一般我們 比較少看到 黑色的珍珠 有啦 也是有 那它滿漂亮 為什麼 因為它 散發出來的光澤 很多彩 所以也是很多人喜歡 旁邊一圈轉 來 這個黑珍珠的戒指 哪裡來 這個戒指 這樣上次我以為是拿那個寶物 好多都在那邊尋到的 那我想說 抱著僥倖試試看 我就去那邊看 我好喜歡 我就不走 那個朋友跟我說 妳不走 那個 很漂亮 很喜歡 對嗎 很喜歡 然後我要走 ちょっと待って 然後問那個客人說 跟那個店家說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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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樣好了 他訂好像 這樣子好了 三十萬成交可以嗎 我那個朋友就 對 就拿起來了 就幫我付掉 妳那個朋友也太好了吧 對 那個年代 真的妳會收到很多東西 也是 我就故意不走 對 我不走 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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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錢 不要走 等一下 總套... 總套的 結果成交價是三十萬日幣 那個客人就幫他買下來 現在的匯率來講 大約差不多 六萬八 但是那時候匯率三千多塊 那個三千 對 現在來講 現在日本好便宜 現在只有0.22 0.23左右 所以六萬 假如你用三十萬的話 就差不多六萬多塊 六萬多塊塊 比的一個黑珍珠劍 是 我們也幫你評估一下 看看這份禮物 當初在日本買 比較不用太擔心買到 不對的東西 但是就是不知道 因為珍珠保存不易 它的折價會不會比較多呢 請見 現在我們看到 竹母綠 我們都肅然起床 是 這個竹母綠嗎 價格絕對漂亮 我都不想是竹母綠 真的嗎 然後專門的竹母綠型切割 就是像你現在標準的 竹母綠型切割 你選到這樣的一個切割 就對了 因為珍珠保存不易 它的折價會不會比較多呢 請見價 七萬元 那差不多十平 差不多差不多 對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典型的 我們稱為叫做 是 它是大溪地產的 那這個珍珠 它一個特色 這顆珍珠它沒有 表面沒有瑕疵 而且您照過這個 KAMERA照看看有沒有 它光澤很明顯 因為光點在這裡 所以它表面很好 就是光澤 很平整 就是很好的珍珠 那這是一個 對 很典型的 全世界 只有這個國家會這樣子 這是珍珠用爪子箱的 很大分的珍珠都是用鑽一個洞 把它捏上去 對 咬到日本 為什麼 因為這個珍珠沒有瑕疵 它才用爪子箱 它很珍貴 將來你可能會改墜漬 改什麼 它要預防留一個後部給你 它上面的 然後這是純白金的戒指 這是很典型的日本風的這個戒指 是 對 我碰過大概 在香菇的技巧上面 跟技術上面 最高的可能就是 碰到完美的珍珠的時候 那要怎麼香呢 就是真的只有用爪子去香 譬如說 全爪的香一半以上 對 它必須要整個去把它抓住 這個珍珠才能夠抓得住 對 可是你想想看 這些金屬都是 都是硬的 銳利的 銳利的 你的珍珠如何塞進去 對 這是技術 那個真的是技術 真的技術 而且你必須要讓它很貼合 很貼合就不會勾 對 所以珍珠的一個 這種五爪的想法是最難的 那通常珍珠會有一個洞 有一個孔 那有一個孔的話 如果說 它下面這邊是一個爪子的孔的話 是有可能下面會有瑕疵 它才會鑽一個孔 對 鑽一個孔 那我們可以這樣相供的方式 是 那如果說 有的客人說 我整個珍珠都是完美的 我這個孔呢 我要怎麼表現 然後我要讓我的戒指不會 那個珍珠不會掉 對 那就像這個樣子 是 像這個樣子 就把它包在裡面 就上面這個設計 對不對 那它 其實它這個孔呢 珍珠的這個孔是在上面 是 對 對 那把它包覆住 對不對 那珍珠永遠帶著都不會掉 對 對不對 可是呢 珍珠的上面 對 都必須要是完美的 是 有的珍珠是因為 這個孔為什麼鑽在下面 是因為這邊有瑕疵 所以它才選擇那個 瑕疵的地方去鑽孔 去鑽洞 那另外有一種就是什麼呢 我們的珠串 珠串的話如果 串起來多了 那它有兩個孔 那怎麼辦 是 你要塞在戒指上面 就像這個樣子 這是技術的 中間是孔 這是穿洞的吧 那就是 變成是用線條去抓 兩邊 對 這是一種相公的技巧 你看看 所以說剛剛的那個珠子 它這樣抓 算抓得還挺穩的 抓得很堅固很穩 對啊 這都有很多學問在裡頭 所以日本這個技術 真的是很棒 對 它們就比較精細 然後職人 對... 對 比較精細 來 再來看看這一件 也是很漂亮 它的顏色是屬於比較 淡一點的藍色 是 我看不太... 好 來看看 是有的... 是 沒有套底 是 沒有套底 這個顏色怎麼樣 大小又怎麼樣 我請李老闆看一下 但這個故事我讓小老闆 小老姐 您說 這個也是一樣在那個 偶爾買的 也是一樣去逛街的時候 也是... 旁邊有個觀音廟你知道嗎 我們都會有時候 像一個禮拜 那我們有時候像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想要去那個 就是它專門在賣玉跟寶石 因為隨時都會進貨 我就很喜歡去看那種東西 對 然後後來我看的時候 這個也滿不錯的 也是一樣客人 買給我的禮物這樣子 這個有照片 所以當時買下好像是 二十三萬連稅 有抵抗下來二十三萬左右 日幣這樣子 所以大概 台幣的話 可能差不多六七萬塊 差不多 客人好像送給小柔姐的禮物 大概都是在那個價格 就是儀表心意的價格 那已經很高了耶 這個價格對不對 對啊 出手很大 這個也大概 這個也大概 一塊二十年有了耶 是啊 對啊 對 那日本這種高... 這種高消費的國家 那也很多錢耶 真的 那時候的話 真的是很... 而且又不用太擔心 買到不對的東西 他們都有保證書嘛 對 這個應該是我們的吧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請見證 八萬五千元 這個小賺... 小賺耶 這個藍寶 恭喜... 有加入處理的 是 2.52克拉 差不多2.5克拉左右 旁邊的香賺 就是比較傳統的典型 然後T鑽 圓鑽 日本人很標準的造型 就現在你看看人家掛這個 差不多是... 有年份的 因為這個以前 在我們台灣那個年代 有這樣的東西 那是很少見的 都是有錢人才會有 但那時候日本人很普遍 對 那時候真的 那這樣的顏色呢 它是屬於 很典型的斯里蘭卡色 就屬於那種藍中 帶微微的紫 比較...比較差一些些的 我們有照一個照片 看比較快 好 放大看 來做一個比色 像這樣顏色 它屬於那種帶微微的紫色 那這個就很典型的 我們稱為 黃加藍 就是... 最好的顏色 這是黃加藍 這個顏色 所以它還是有一些差距 假如它的顏色 所以假如你喜歡買那個黃加藍 你就要買一顆小小的 來做色食 那這樣比起來 那當然假如這一顆 有這個顏色的話 可能... 要加三倍 三倍啊 那這個實際我把它拿出來 讓各位比較一下 你們看一下 用肉眼看一下 差距就很大了 有差距真的不一樣 對 這是黃加藍 這個就是屬於一般的 真的有黃加藍 還是不錯的 但是它有加熱處理過 難怪價格差很多 這無燒的話會越... 單價會越高 是 少 它稀有 對 今天再來看看 來 最後一件 很眼熟有沒有 因為剛剛你在唱巧合的時候 對 我一直在想 綠色的精靈跑得好去 對啊 表示說它這個就是 今天它覺得 最重要的重頭戲了 剛剛在最前面的時候 一定要秀一下 很珍貴的 是 因為一般我們看到 我們都肅然起敬 是 這個價格絕對漂亮 他不知道耶 在日本是很珍貴的寶石耶 我都不知道耶 真的 因為那時候 是一個叫加藤爸爸 他是做農業的 然後他每次來台灣的時候 都叫我跟另外一個 幫他翻譯 是 對 那時候就說 剛剛好來的是 因為有湊巧 然後說 要搭香港 兩地這樣 也是翻譯這樣 他說 他說 謝謝 爸爸講話 爸爸謝謝 他說 那送給你 是的 你都走 那我就拿起來 我好開心 結果我戴剛剛好 因為他之前問我說 你首為多少 我說 我不曉得 然後他帶我去 進店的時候 他跟我說 你首為多少 日本跟台灣是不是一致 我說 我跟他那裡有 他說 來就有 就看我的 我來辦你就好了 隔天來 沒有多久來的時候 好有心喔 可是那麼小耶 1.72克啦 沒有啦 而且他不知道是怎麼 我不曉得 我以為是綠色 我要把它放在保裡 我從來不戴的 來...老師 我們一般看到的寶石 都是橢圓形的切割 對啊 那祖母綠有 專門的祖母綠型切割 就是像你現在標準的 祖母綠型切割 真的喔 你選到這樣的一個切割 就對了 是 好 譬如說這邊有一個 三顆拉半的 祖母綠型切割 拍賣價 六十萬港幣 但是有一個 這二點六八的祖母綠 二點六八通常大家都很喜歡 一六八 二六八 三六八 四六八 六六八 吉祥數字 這一個呢 它的起拍價是多少呢 六十五萬到八十五萬之間 起拍價 這是趕幣喔 可是怎麼樣呢 二點六八沒有成交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橢圓形 差別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只要是祖母綠型切割 你就立於不敗之地了 聽到說不敗之地 然後又聽到祖母綠這三個字 馬上都怎麼樣 咳嗽 假的 我想說祖母綠喔 很多鑽石有沒有 嚇到氣管都縮起來了 就是祖母綠型側弓 所以它是很典型的 這就切成祖母綠型造型的鑽石 所以祖母綠變來當代名詞的 這個爸爸大廈也有二十幾年 將近快三十年左右 他這三十年都把祖母綠亂丟 我都丟保險箱 他都沒有拿出來帶 他如果知道祖母綠就拿出來帶了 他上課就會是這樣 因為我那個爸爸也會帶 對 祖母綠的韌度不好 什麼叫韌度 保持抵抗撞擊的能力 它很容易碎掉 所以你來就珍惜了 不要跟那個手索 那個剛剛那個逼貨斷了 就算了 對嘛 像這個東西 你已經有帶宴會的時候 你要帶一個小包包 宴會結束以後 在外面行走或坐車之後 拿下來包起來 這樣子 這是很重要的 對 但是當我們知道 祖母綠也有分等級啊 顏色啊 對不對 但這份禮物 而且他這二十幾年都不知道 是祖母綠 所以他今天我跟你講 這一咖可能就裡所有的東西 真的嗎 小璐姐不知道祖母綠也像這樣 很可怕的 好 來 我們試看看 來 幫我們評估一下 請見價 好 也是沒辦法 可是為什麼有熱差 好 首先喔 這是一個標準的 這個禮物很厲害 沒有錯 它的顏色稍微淡一點點 是 它是很標準的側供 很好的 我們拍一個照片 把它幾個祖母綠比較一下 好不好 顏色這種東西 真的就是標準的 對 真的 那這是典型的 哥倫比亞祖母綠 就是像這樣的 大大的 對 那這個是比較好的 祖母的顏色 現在差在顏色 這屬於一般的 我們叫green 就綠色而已 對 像這個叫 厭綠色 那它的價格就會高很多 不過您這個確定是 哥倫比亞 我讓你看一下下一張 我們在綠色鏡下面看 它含個的元素很多 所以會在綠色鏡下面 黃色的燈光 會顯得紅色 代表它是標準的哥倫比亞 包括還有內含露 所以確定是哥倫比亞祖母綠 很棒耶 對 那哥倫比亞祖母綠 你看要這樣比 就可以比較出來 它的顏色 那所以說 名字也是很好的 像這樣顏色的答案 就是最好的 我們叫燕綠色的祖母綠 只是讓大家來做一個比較 所以你看不只能比人 氣死人耶 真的 這拿出這個VV公園 真的很驚人 可是這哥倫比亞祖母綠 還是很好的 是啊 我不想到祖母綠 我從頭都不曉得 而且是爸爸送的禮 不容易 所以爸爸跟我講說 謝謝他 我也沒問他說 多少錢... 他如果當下只要是祖母綠 他說 真的耶 嚇到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禮物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也是因為你的努力 對 然後讓身邊的人都感染到 這一份正能量 大家都喜歡你 不會... 不是傻人有傻 他真的 背景很多善緣 今天帶來有很多 對媽媽的思念也好 是 還有對於這些好朋友的感恩 是 對不對 今天很棒 很精采的故事 謝謝小樓姐 恭喜你 謝謝... 感謝...